近日,中国三江五百辆蛙迷船聚集南海,十二座岛屿同时动工,再造一个海南岛,现场画面曝光后,国人表示这地方简直太绝了。 那中国这次究竟在哪里进行填海造路呢?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,欢迎观看本期节目,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,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。 近日,据外媒报道称,中国已经宣布将对宣德群岛西北布施二个小岛礁进行吹填,以保障周围过往船只的航行安全,且美国卫星已经拍到,大批中国工程船已经在西沙忙碌施工,并且还表示中国正在建造第二个海南岛。 那么,宣德群岛究竟位于哪里?吹填该群岛又有什么重要意义? 宣德群岛位于西沙群岛东北侧,是一组由珊瑚,被泄形成的珊瑚岛群,明代航海家正合自永乐至宣德年间层七次下西洋。 因此1947年,民国为纪念正合,将西沙群岛两组群岛分别命名为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。 其中东侧的宣德群岛其主体是宣德环礁,宣德环礁总面积约为2.1平方公里,西北距离海南省塞亚是仅310公里,距离永兴岛最近的只有12公里,渔民驱船一个小时左右便能够到达。 宣德环礁主要分为两个大礁盘,一个是北部城弧形的七连雨。 七连雨通常指的是兆树岛、北岛、南岛、中岛、北沙洲、南沙洲以及中沙洲七座岛洲连城的串珠状群岛,除了以上七座岛洲外,该礁盘上还包括兆树岛与北岛之间的兆树门。 兆树门宽1260米,水深不足10米,最潜柱仅有4米,可供300吨级别船只通过。 另外还有兆树岛西端的西沙洲,南沙洲最南端的西新沙洲和东新沙洲。 其中西新沙洲和东新沙洲都是1972年受台风影响而形成的新沙洲。 前面积仍在不断变化,七连雨常年处于高温状态,且暴雨、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,因此岛上并无人居住。 但是七连雨周围海域各种经济鱼类超400种,石斑鱼、金枪鱼、龙头鱼等随处可见,且礁盘5米范围内还盛产各种珍贵罗类、龙虾等。 因此即便这里气候条件比较恶劣,依然无法阻挡附近渔民来此进行捕捞作业。 七连雨北岛附近最多的时候曾聚集了100多名渔民,可见该海域渔业资源的丰富程度。 而仙德环礁南部则是永兴岛,石岛所在的永兴礁盘,永兴岛原始面积为2.08平方公里,与东北侧石岛属于两个独立的岛礁。 2013年经过扩建,如今的永兴岛加上石岛面积已经达到3.08平方公里,是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。 2012年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后,将其选为三沙市驻地,永兴岛地势平坦,高出水面5米左右,岛上森林覆盖率非常高。 仅百年以上的树木就多达1000克,其野生植物种类148种,占整个西沙群岛的89%。 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便对该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并陆续建有办公楼、银行、港口、机场、医院等。 而位于东北角上的石岛面积仅有0.08平方公里,最高处接近16米,是整个南海的最高点,因此也被视为整个宣德环礁最有用的望点,并在永兴岛一侧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。 在军事上价值巨大,宣德群岛除了宣德环礁外,还包括南部的东岛环礁、浪华礁、西渡滩等系列岛礁,岸滩及沙洲。 集中东岛位于永兴岛东南44公里处,岛屿成长方形,从西北至东南长2400米,宽度约为1000米,面积1.7平方公里。 该岛不仅生长有20多种高等植物,还有超岸只鸟类在此繁衍生息。 更特别是该岛还生活着黄牛、山羊、野鸭、山猫等陆地生物,堪称南海动物园,且岛上生物受国家严格保护。 根据外媒报道,我国已经在宣德群岛进行大规模施工作业。 其填海造岛的岛礁主要是位于宣德群岛北部的七连鱼,三世载以及永兴岛,石岛等12座岛礁。 其中其连鱼一连串岛礁沙洲地势都比较平坦,周围野军处于浅海,非常适合填海造陆。 如果能够将其进行扩建,面积或将扩大10倍,且其连鱼距离永兴岛也仅有4海里左右,通过跨海大桥进行连接。 如果宣德群岛十几座岛都能够连成一片,那么,便可将其视为巩卫三沙时注定永兴岛的战略之点。 我国在西沙将建设一个面积广阔的军事基地,与西侧中建岛相辅相成,又能够与南沙三角防御区相互连接。 其辐射范围可涵盖整个南海,无论是南海领空还是海域,防控力度都将大大加强。 要知道,南海地缘条件一直非常复杂,东西有菲律宾和越南,东北又有日韩,东南侧又有第一岛链果鞋。 如今美国更是在菲律宾的旅宋岛北部,巴拉望岛的巴拉巴克岛新增了4个军事基地,其中位于巴拉巴克岛上的基地西距半月礁仅120公里左右,半月礁总面积高达28平方公里,是南沙群岛中面最大的珊瑚礁之一。 中间是一个面积超市平方公里的西湖,湖内水深高达27米,胶盘东南边缘有一处宽250米的胶门,低超市可供300登级船只进入,半月礁西北距离美济岛仅有138公里。 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开发,可作为美济岛东侧的一道重要防线,战绝价值巨大,而美国将新基地建在近在咫尺的巴拉巴克岛上,对掌控半月礁甚至是美济岛的动向便可轻而易举。 南海,作为我国的南大门,地缘战略位置至关重要,然而,这片海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对我国西沙群岛的规觎。 这些行为早已危及我国的领土主权,而我们绝不容忍南海扮演着我国三大边缘海域之一的角色,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赋予它亚洲的地中海的美誉。 每年全球80%的跨国贸易涉及南海,其贸易价值高达5万亿美元,然而,南海不仅仅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,其丰富的能源、矿产和渔业资源也备受关注。 据数据显示,南海拥有30多个沉济盆地,蕴藏着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主量,还包含大量蒙、锡、铜等矿产资源。 这片富饶的海域吸引着各国角逐,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建设游景,实现自给自足,同时通过出口获利,南海不仅是经济走廊,也是军事活动区域。 近期美飞在南海进行的联合军演就是明正,然而,南海对我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贸易和军事,还涉及我国的能源供应,我国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线都要经过南海,尤其石油进口的80%需要通过这一航线。 此外,我国南海附近的渔民也依赖着南海的渔业资源为生,因此,南海与我国的经济、安全、资源供应紧密相连。 这也是我国加强南海管理和控制的原因所在。 为了更好的管理和开发南海,我国采取了创新性的举措,我国将一些临近的小岛连接成一座大岛,这便是宣德群岛填海工程。 这个巨大的工程将12座岛屿连为一体,为我国在南海的存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。 填海工程的完成对我国在南海的影响不如不失,我国可以在南海部署机场、雷达站等设施。 进一步增强南海地区的防御和攻击能力。 此外,这个工程还为资源开采和渔业提供了便利,对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加以巩固。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与南沙群岛、中沙群岛中间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 是南海防御体系上的一个关键节点。 从此地起飞地解放军战机,既能够有效应对越南方向上的威胁,也能够快速支援黄岩岛等方向。 我国此前已经以永兴岛为核心,进行了大量的基建建设。 在飞瑞兵岛向美国、南海局势恶化之后,解放军的歼16战机就曾入驻永兴岛。 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在西沙的建设工作已经十分完备。 南海在地理上连接了东亚、东南亚以及大洋洲。 位于世界主要航道的交汇点,这片海域每年承载着全球80%的跨海贸易。 其经济价值不言而喻,南海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丰富无比。 其底下沉积着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,还蕴藏着蒙、锡、铜等宝贵矿产。 然而,南海的战略价值和资源丰富性引发了争夺。 一些南海周边国家试图通过占领岛礁宣示主权,甚至进行填海造岛等行动,威胁着我国的领土完整。 为了捍卫主权,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如填海造岛工程,将散布在南海的岛礁连接为实际可控的领土。 然而,我国的努力并未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,特别是美国,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频繁变化。 双重标准引发质疑,尽管我国的行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, 但美国却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借口,批评我国的行为。 在面对国际争议时,我们必须坚定捍卫自身利益,但同时也需要以合作为前提。 推动地区的和平稳定,南海地区国家之间应加强对话,通过多边机制寻求共识, 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繁荣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